小排风的尾部呈黑色 腰的背部橘黄色 同时在后面有三道白色间隔花纹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叫它红腹蜜蜂的原因 腹部看起来比较扁平 普通公风伸长约一厘米 蜂王1.3厘米 颜色稍黑 雄蜂的颜色也比公风暗一些 伸长约1.1厘米 小排风的出勤时间比中风要晚一些 通常在上午10点左右才开始出勤 中午温度高的时候最为活跃 所以小排风筑巢都会选在避风向阳的位置 通常是在距离地面30到80公分的地方 小排风不适合在会下雪的地区养殖 就算是不怕冷 下雪都有可能把它们的潮皮压垮 甚至整个蜂群压死 目前野生的小排风主要集中分布在云南贵州 以及广西的西南部地区 一般来说 只要没有霜冻的地区都非常适合养殖小排风 尤其是在南方的甘蔗种植区 有没有霜冻 好的 有没有霜冻的机会